第一法 应该双座 就是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着的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坐笔以后 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 这个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 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吃性为主 而所造的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日于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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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鲮 vous 愿き拭给q再吃 dolphins unplanned 谢谢 我可能不给י być 匝 anche 我 jeg іб یں ка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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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快乐应该是依靠分别念而产生的 尤其是愚笨的人 他认为在外境上是存在的 而智者 他不认为外境上是存在的 以前末弗仁波切有一个教言说 互指说 愿者 互斗鸟投赛rz 互使善意取舍经贪扯波桃杂年重 其实这个快乐和痛苦来源于自己 门合仁波切也是经节日所了 说是 知者了知诸苦了 细节来源于自身 恒时向内观自信 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有智慧的人 他觉得痛苦快乐 全部的来源就是我们自己 自身 始终都是观自己的内心 他根本不会寻求到外面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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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为乐瞬间 比起犹强弱 舍出耳变弃 彼乐因非常 如果对方说生起痛苦的时候 虽然快乐是存在的 但是因为快乐逐渐逐渐它就碎白 减少 就变成很细微的快乐 很细微的快乐的时候 有个非常强烈的痛苦涌现出来了 那个时候细微的快乐 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 就像一万岁里面一地烟 根本感觉不到它一样 虽然痛苦快乐的本体是常有存在的 但是它因为变成弱小 这样的原因我们感受不到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你们不是成人 这个快乐是常有的吗 既然是常有的话 它怎么会有强和弱 强是比较粗大的时候 然后弱很细微的时候 怎么会常有的快乐呢 它变成特别强烈和极其弱小 变成两个阶段 对你们的观点来讲 是的确也是不合理的 如果别人说 它的本体都是不变的 但是粗大的部分已经舍弃了 然后变成一个细微的 那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如果是你真的是 把粗大的部分完全舍弃了 然后细微的部分还存在 那这个快乐都显然已经变成了无常法了 不管是你们二十五地当中的 任何一个法 承认为这样常有 绝对也是不能有变化的 我们应该知道 一切万法 可以说它是无常的 如果无常的话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它的无常快乐不成立 然后快乐不成立的话 也在明言当中讲 会变成痛苦 就是《四百论》里面也是说了 说是 无常定有损 然后有损则费了 故所凡无常 一切皆是苦 我认为你地方定有什么 我认为有 excellent声 主板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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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分析 以上破除对方的各种谬论 然后最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不管是物质本体的任何一个现象 你们为什么不承认 一切万法全是无常的 如果一切万法全是无常 没有任何过失 而且依靠这种理论 相续当中生起非常合理的正见 因为对方他认为二十五地当中有身我和诸物是常有的 但是你这样的常有没有任何的作用 你建立了这样的常有 对你的精神的生活也好 对来世的果报 很多方面起什么样的作用 绝对没有任何意义的 为什么是没有呢 因为我们也知道 在这样的时间当中 你承认一个这样的常有的柱物 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一定也是没有的 所以说一定要像我们佛教当中 所承认的那样万法无常 这种观念确实是 在我们相续当中非常有意义的 总而言之 里里外外的这些法 按照我们佛教当中所承训的那样 通达了这个无常的话 那就没有任何常有的法 完全都是已经知道的 什么外世壮裁 贤鬼坏 内生毁变 叶童耳 在《佛说无常经》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外面非常壮大的 精彩的这些任何一个法 最后都是全部归入于毁灭 然后内在的我们的生命 身体 包括种种现象的这些法 最后就随败 变成也是毁灭的 所以在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当中 并没有必要 像外道所承认的那样 有一个常有的东西 既然是粗大的这种法 和你们所谓的细微的安乐 这两者到底我们可以观察 一体还是塔体的 如果你说它是塔体 那是塔体的话 那么粗大的法 它在毁灭的话 其实安乐的分体 永远也没有毁灭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遇到了一些非常痛苦的时候 你原来的这种快乐 一点都是不瞬间 不悲不苦的 全部应该会具足的 如果你说粗大的快乐 跟细微的快乐是不一的 是一体的 如果是一体的情况下 那么显然所谓的快乐 完全是无常的 为什么是无常呢 因为原来是粗大的 现在慢慢慢慢地 变成了一个细微的快乐 那细微的时候的状态 跟原来粗大的状态 这两个状态竟然不同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世界上任何一个法 绝对不会有永恒的 就是长久存在的一个法 通过这种观察 也能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能生得起来 世界上任何人这种可能尽一群的 象征明 相终于中国人 可能会有一个春天哪 团来的 更好安的 因为能乱在一起 封运的 不准备厚的一等一个 对方 空自一来的 足处于衔特别的 那些生存在 对方出发到 未见 未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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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分四个方面 首先讲他众之观点 因为虚有 总无不生过 贤过水不虚 因过人虚存 对方这样认为的 刚才依靠其他的 像大自在 卫尘 还有一些猪物 其他的物来产生的这种观点 是我们不承认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承认 猪物它自己在自己的本体上应该产生 本体不是以他体的东西来产生 而完全所有的现象与诸物无二无别 可以说是一个本体的角度来可以产生 对方这样认为的 因为虚实有 在因的位置上如果你们必须承认是他的过完全存在的 那这种说法应该说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原因 一方面 你们这是对方这样说的 对方说是 因的位置上必须承认过存在的 为什么这样存在呢 因为无中不生过 如果在因上面过的法 一点都是不存在的话 那最后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因为它在因位上不存在的缘故 就像是石头上不可能产生鲜花 原因是什么呢 在石头上是根本没有生鲜花的过的能力 没有的 所以他们认为 所谓的过法在因位的时候 也是不明显的方式 已经藏着的 它已经堕在因的 比如说我们绿色的妙牙 现在在灰色的小小的一粒种子当中 有不同方式的 就像孩子在木苔当中一样 对方这样认为的 在因的位置上应该过法存在 这样承认虽然比较符合我们的有些执著 但是这样的说法应该说是 就像寂天菩萨在这里面所想的一样 就是许许多多的过失 怎么有过失呢 就是先过水不雪 因过人存在 那如果你真的这样承认的话 虽然你们绝对不可能承认 明显的过 在因位的时候都是存在的 就像种子上所有的职业化过 全部具足的这样的过法 虽然对方是不可能承认的 但是只不过是不承认而已 实际上你们把过的 所有的特点也好 它的这种法相全部都是原原根本 以隐藏的方式来具足的 比如说对方也是认为 在黑暗的屋子里面有一个瓶子 但是后来通过这个灯来 能发现的时候只不过是显现而已 实际上在无黑的屋子里面 一直是存在着瓶子 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说法跟比喻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我们这个屋子里面的 瓶子的存在 跟种子当中所产生的果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因为瓶子在这个屋子里面 通过能显和所显的角度来讲 它不是能生所显的关系 是一种能显所显的关系而已 就像一个人的屋子里面 转变了 如果能生所显的 银子里面 也会这样 请你 就像是一种产品的那种 这种人的关系 我会的内容在这个世界中 这种产品呢 我们就像是一种产品一样的那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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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真正能生所长的关系的话 那果法在因上面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存在 当它的存在 以一体的方式来存在 他体的方式存在 也可以这样观察 如果你说是果法在因位上面 以一体的方式存在 那一体不可能有显和不显的两种部分 你的果具足什么样的特征 在因法上一定要能造见 因为一体之果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在因法上哪里有果法的所有特点 这是谁也不会承认的 如果你说是因法跟果法 以他体的方式存在 那他体的方式存在的话 你不能承认在因法上面存在果 因为他体的这种物体存在的话 你因法上都不能代表你的果法存在 所以说通过各种观察方法 我们一体一体的方式绝对不会存在的 但我们说不存在也是有一种缘起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通达了缘起空性呢 我们讲中论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明言的缘起和身影的这种缘起 这种缘起什么时候通达的话 不管是种子生果也好 或者是世间当中的三有三宝 恶有恶宝 以及种种的现象 空性 全部非常的合理 感谢您的缘起 感谢您的缘起 然后发泰果 下面对他发泰果是这样的 因是若有果 时生淡不尽 福音已不知苟传绵花种 他这里说如果你们外道承认真正是 因的位置上面果存在 如果果真是存在的话 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 有很多的果实 为什么呢 对方也承认 确实是物质的快乐也好 不平常也好 那么在因为的时候 他的诸物当中不明显的方式 隐藏的方式 饱含的方式 已经完整无缺地存在 如果真正是存在的话 那其实果的特点 在硬上面也是有的 果的特点 如果硬上面有的话 那么我们人们经常使用饭 使用食物 食物以后通过消化系统 最后都变成不经分辨 那么这个不经分辨作为果 我们吃的饭 应该是变成所为饮 那这样我们每一碗饭 每一颗的饭 实际上在这个上面 具足厕所里面的不经分的 所有的味道 形状 颜色 以及它的功能等等 全部具足 因为不经分在饮法上面 也是果发无二无别 既然无二无别 那饮法的特点 其实果发也是有的 如果果发也有 那不经分跟食物没有什么差别了 同时我们用金子也好 用钱来买一些布 棉花 然后做成衣服 就开始喊动 穿上衣服 但其实按照你们观点 也没有任何必要的 因为衣服算是果 棉花的种子是它的饮 你们在饮上面 已经具足了果的所有的特点 包括衣服的这些功能和颜色 全部都是在饮上面也具足的 那既然具足的话 我们花一点点钱 就是买一点棉花的种子 然后穿上去 没有必要去亲生地卖它的果 所以这种做法 绝对是不合理的 通过这种理证 绝对不能承认 饮上面存在果 那怎么样承认呢 它有一种名言当中 有一种缘起的功能 但是这个生意当中去观察的时候 变成空性 绝对不能得出一个 非常十字心的结论 你身份去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饮和果之间的这种关系 就是退不出来 说不出来 全是像那个梦幻泡饮一样的 梦幻泡饮它本来都是没有某种的大象和 某种的这种美丽的花园 没有啊 没有的话 那你这个花园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花园的印是什么 花园的果是什么样 只不过是人的分别人 依照形成的一种现象而已 实际上是根本不常理的 因此我们对这个万事万物法 如果有了这样的一种了解 就我们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生贪心也好 生嗔恨心也好 包括我们的心动念 外面的万事万物 全部都是在众生的迷乱 迷离乎乎的境界当中 是显而不失的方式来称赞 已经你用圣者和中观的智慧 来观察的时候 全部都是不堪一击 全是马上会毁坏无欲的 所以我然后就来开 开 开 开了 就会更多 快点到这种了解 就会去跟你的时候 来碰 开 开了 在呢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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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一张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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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